这一题呢,它叫我们求这个y点x平方,y点2减x平方 对x轴旋转,它所为的区域 那这个y点x平方呢,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那另外这一条呢,y点2减x平方呢,这是一个开口向下的一个抛物线 那它所为的区域呢,同学看这个图哦,它就是这一块阴影的区域 那把这个阴影的区域呢,绕x轴转一圈 它所形成的那个旋转体积 那么这个旋转体积呢,就是把它两块呢 这个π,我们用这个,先把这个公式写出来 就是把y1的平方,减掉y2的平方 然后把它对x做积分 再乘以这个π 那么这个公式里面,首先呢,你必须要知道呢 它这个左边界跟右边界 因为你要对x积分的话呢 这整块这个区域,它左边x的边界,右边x的边界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呢 先把它连立起来,下去解这个连立方程 看看它这个焦点呢,这个x桌标到底是多少 那这个动作呢,2减x平方,y等于y 所以2减x平方,它就等于这个x平方 那因此呢,一项一下,这个2减掉2x平方,它就等于0 那把这个2提出来,它就变成1减掉x平方 等于0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呢 这个x的解呢,一个是负1 另外一个呢,是正1 那也写在这边呢,一个负1,一个正1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它这个上下线呢 就是从负1积分到正1 从负1积分到正1 那么上方的这一条线,是这个开口向下的这一条抛物线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上方这一条线 也就是2减x平方 把它平方 接下来再减掉呢 下方这一条曲线,它是x平方 那x平方再把它平方以后呢,变成4次方了 变成4次方 好,那这个式子呢,我们要做积分 那做积分之前呢,我们先把它呢 这个,这个全部拆了 这个2减x平方,a减b括号平方 好,a减b括号平方 拆了以后变成4减4x平方 再加上x的4次方 好,这是前面这个括号,全部拆了 然后再减掉后面这个x的4次方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4次跟4次呢,消掉了 好,消掉 那所以呢 我们针对前面这两项呢,下去积分就可以了 那这个4,4你给它积分呢,就是这个4x 减掉呢,后面这个4,系数超下来 x平方积分3分之x的3次方 那上下线呢,是负1到1 上下线负1到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上线代入呢,减掉下线 那上线带下去的话呢 这个是4,减掉呢,3分之4 上线代入,减掉下线的带下去 然后负1的3次负的,负负得正 加4分之4 那其实呢,这是一个积函数 当初可以从0到1几分再乘于两倍就可以了 不过你从这个运算过程也可以看得出来 4加4就变成8 那负3分之4,减3分之4 就减3分之8 减3分之8 那所以呢,它就变成了 呃,一个8 减掉3分之1个8 剩下3分之2个8 那3分之2个8 就是3分之16 我就3分之16拍 站住 人也先走了 这个也是 因为醍醐 这是4分之1 你看来了 感谢观看